大家好 今天主要分享的东西是这三个 第一个是股市 第二个是分析 然后第三个包赚 这个是简单的话 等一下我会跟你讲是什么东西来的 好 那么我们现在看是股市 刚才也有蛮多人问我关于一些东西 然后我为了简单讲解的话 什么是股市 好 股市基本上是一个公司 为了要合法性的集合那些 召集那个资金啊 就是 fundraising 的时候 ok 其中一个管道 他们是会通过市场那边筹资啊 在这种情形下 他公司是不需要给任何利息的 当然现在不是任何一间公司 都可以上市哦 你需要卡稳健的那个 任何公司需要有一定的那个 财务 才可以上市 不然的话上市不到 然后不久就骗走那些投资者 虽然现在还有蛮多股市这样的 不过先了解这个东西 这个股市什么股市 好 比如说一个公司他要 即使500万 OK 这里我就放 500万好 在这样的情形下 如果他为了要更加成功吸引到投资者的话 同样的他就要发行 至少500万或者超过500万 也如果是500万除以500万的那个个股的话 就变成每股一块钱 那么也是比较多人买 如果要更简单一点的话 那么 不好意思这个这个这个我应该放少一点 5me ok 如果是要更好一点的话 是 就是发行股数啊 这个是股数 股数 ok 这是资金他要的资金 那么这样对除下啊 是就是每股一脚钱啊 也就是啊5000万 这个M我刚刚才讲啊 和那个1搞啊搞乱了 50M啊 就是5000万啊 这个是5000万啊 ok 然后这是500万 ok 所以这个资金 除以这股数就是 每股 一脚 ok 这里应该是没问题吧 就是这个 500万除以5000 也就是 500万就是 6个0啊 ok 除 7个0 3 4 5 6 也就是变成一脚 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 每个人就比较多人去增进这个啊 啊 去用这个股啊 然后在大马那边是我们至少要买100股 ok 所以百股的情形下 一就是乘100 这个100股就是一落 一落 就是在这里乘100的话也就是 才10块钱而已 ok 在这样的情形下是每个人都有 有 所以这种股就比较容易啊 给 集资 因为蛮多人都可以啊 用很低的资金去拥有一间公司 这个就是股市 好 当你了解这个时候 还有很多很多东西 这是最基本中的基本 但明白了之后 这个是我们就看什么是股市的周期 在股市周期那边是我们有分成四个 周期 第一个字是幼熊老熊 幼牛老牛 同样的 我们如果我们看去 啊 易经的阴阳那边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要放小一点 漫画你看不到 好在这边我们看的话是 这里刚好在易经那边 你看我们有四个这里 ok我们要看的是老阳 少阴少阳 老 阴 这个这个没有真正次序的 真正次序来讲的话 这个 这个少阴就是代表幼熊 然后 老阴就代表老熊 然后 少阳就代表幼牛 然后 老阳代表老牛 这四个叫股市周期 这个也是 易经里面的那个周期啊 春夏秋冬啊 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只是看你想去演话 当然在这种周期里面是 每个周期他都有啊 不同的策略 去应对他的股市的 然后最基本方面呢 我们就可以换回最阳 最基本那边呢 会分回这个叫做阳跟阴的方法 阳的方法或者是阴的方法 那边好 那么我们就进入了什么 分析 分析这里 有阴跟阳的方法 OK 阳的方法 什么是阳的方法 阳的方法就是 技术分析 阴的方法 OK 我们就称之为 基本分析 好 什么是技术分析呢 因为 你就去倒入这个 所谓的 啊 免费他有给你三年的 只是他要跟你拿你的email address 然后 activate那边 然后你有三年啊 当然我这个是超过三年 所以我看蛮多 没看到这种这种图 啊 OK 这个叫做蜡烛图 因为我已经更改了 在这里 有bar chart跟light chart 应该是看不到light chart 因为我只在下面那边 除非我minimize他 OK minimize他了 那么在这里你看一下 你看到bar chart跟light chart light chart是什么 bar chart是这样的 通常我们没有看bar chart 我们看candlestick 就是蜡烛图 然后这里是热图 跟周图跟月图 好了 然后这边应该是没有什么 你呢 啊 基本上我们是 啊 linear price kill by default 还有这个是蛮不错 然后 在这边我已经换了颜色 他原本呢 蓝色是白色的 这个红色是 黑色的 或者是他好跟红跟什么 在这边啊 我会跟你讲 你明白我这个 怎样操作的时候 好像你看一下这个 嗯 当然 我们买这种股市 肯定是赚着 因为你看 哪一条线的时候还是向上的 对吗 这也是向上那边 当然 他的斜度液高 的话就要当心 因为这种股股飞的比较快一点 这种还稳稳的 赚上去 至少还这么讲 然后还有蛮多一下的 ok 这些也是特别的那些分析 啊 要讲是讲这个 至于亚航那边你可以看一下 之前我都不大鼓励的是 因为人家的成本价是在这边 这边 看在这边还有这边也是有累积 然后还这边跟这边 你看一下这里且情用下 人家的进场价是在这里 你是在这边 人家亏损最多亏损了 ok 回来这边就零了没有赚就白做工了 ok 最多台到那个43.6 如果是换作是你们在这里的话 跌回在这一个点最低点的话 你们是跌61.1 也就是一块两脚四两脚三样的那个跌幅 蛮多一下咯 这里真的是从高楼跳下来 哇那种跌度啊真的是很够力的 有一些人还会在我在外面那边 我看那些人一直在那边啊咬着 然后他问他的他的平均价 平均卖进价啊 是在快四 他当然叫你进咯 为什么 因为他都安全了吗 你不安全吗 他这边飞到上面那边 他都转着了 他是在转着的那个 呃 石头那边 所以这个我们在那边可以看一下 这个技术分析 我们可以啊 中了蛮多东西的 我也不好意思讲那么多这个字 大概大概给你知道也 那么 基本分析方面呢 ok 就是我们来这边 去这个 boosomracia.com 也就是在这里我们可以下载他的 记报去 listed companies 然后在 coming announcement 那边按下去 ok 在这边有 各式各样的公司 总之有在大马上市公司的 财报和记报全部在这边 ok 在这边 我们就会 当然在这里 我们就选咯 通常我们只看 annual report 跟 financial result financial result financial result就是我们 所称之为的大记报 好记报就是这样的 ok 在这边看到一大堆 按下去的时候 ok 当然我们就可以这样save下去 ok 这个 嗯 没有记错 我是在 因为我已经是蛮熟了 ok 看一下清楚 确定 ok已经是另外一个季度了 2016 顺便下载一下 下载完这些了之后 我们就需要做一些 啊一下子的层次 我们不是单单这样看一个 哦这样哦有增长哦 就去买 我们还要累积 像好像变成这样的情报 啊我们才可以知道它是多少 但在这个记报方面的他的啊 东西就拿回那个ah来讲 好ah 这些我上次我是有研究他这最新的这边 这就是啊七八边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几个蛮重要的 一个就是你看到这个revenue的话 这个是income statement 这个就是他的那个啊收入的 看到他是啊增长蛮多 然后有什么原因 那时还有很多人很很恐惧一下 那时候我就看了这个 然后就跳进去 那时也是蛮安稳 啊现在我就出完了 大概就赚啊200多巴仙左右 又在这啊在他的那个啊 那个call warren那边呢 哦 当然是尽量是盈利最大化了吗 没有可能买母股 只是为了那个10多4巴仙 如果可以给你选择有 2-200巴仙回酬的 你当然是选那个对吗 哦好 在这边你一看到这个cash flow statement 这个就是现金流油表 这个就是看那公司的进出他的财 他的钱进去哪里最主要的还是 一个就是他的那主要的那个啊活动 operating activities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投资的 是你投资有买啊那些 产业啊地啊还有楼啊那些还有那个什么 就是那工具工具之类的 还有一个financing afacity就是跟银行借钱啊 或是right issue那些什么东西都在这里 ok这也是三个支出那边 他另外一个就是啊 负债表就是balance sheet balance sheet那边这三个是最重要的 这三个你就要看然后 要做一些自己的excel 比如说这里我曾经有做过的就是myg好 就像做这样这个我是哪年报的 然后一直这样做下去 然后综合起来就大概可以看到这样多 然后看到这样多之后是 我们要做的就是这样的啊 这样连续下去 我们才知道他的表现是怎样的 这个还是做那个功课 当然这个我只是做为那个年报那边 还没有对于季报 有些股会特别一点 因为他有一些特定的季度的时候 还是淡季 那时候我们是进场 然后当他的那个季度好像是忘记的时候 就是他的销售量很好 就是业绩出的时候 我们那时是出货的 有时那淡季的时候我们是进货的 要了解这些情况之下 只有做这些功课 你要一个一个这样打在Excel那边 然后DRAW UP这些 插出来这些已经是百分比了 你看到很低的数值 如果你看他的那数值 原本的数值的话是 他是那种上天文数的 你看这也是三个零哦 三个零的话你看是你啊 也是千万十万百万千万 一亿十亿百亿 三百亿以上了哦 就讲这个AASY那边有整百亿以上的那个产业啊 当然还有他的工具就是他这里飞机 他飞机支枪多 这是长期 non current asset 就是长期的资产 这是短期资产 current asset 这个通常是在一年一年或者是以下 这个是一年或者是以上 就是这么简单 当然也是有债务 短期债务跟长期债务 ok 然后 就这么多 然后这里看了之后 还有很多东西啊 怎样啊这些啊 最重要的 我们还是看啊 nox 就是这些 ok 这些你可以看这里开始的时候 这里是standard的 ok 他到后围的时候segment 这个才是重要的 那么看这边怎样分析啊 他里面怎样啊 经营啊 在泰国那里亏钱那里赚钱啊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马来西亚是赚钱 然后泰国也是赚钱 不过赚的不是很多 很很满满失败一下 你看一下这边 他这边就是你可以看一下是 呃整 百千一九亿多才赚这么少 这个已经算是有点不及格了 这个还好 ok 在马来西亚其他的亏钱 亏钱 到后来就是这么多 ok 就是总和起来 就是你啊 Lenew 还是总和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国家 ok 在日本他已经退出了 不过还有一些东西 费用要扣除了 所以你看一下我们啊 呃 亚航有一二三四五六 已经有六个国家 在包裹在里面 以后会有没有更多 我不知道要看清楚 这些就是他的那个细节 我们所看的细节那边 所以那在那边我们大概知道这些就是他的细节我们要知道 这些要要很 呃就是你要知道有没有机会赚钱 就是目前需要用的策略 会需要赚比较多功课 你除了看鸡包之外 你还要看他的图表 看有没有那胜算在那边 好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还有那revenue这些 ok 然后还有什么 就是他卖掉他的那个飞机啊 ok 蛮多一下了 还有其他的那些 Forex那些外汇的那个转变啊 当然这里讲很多很多 这里有52月 这个是 啊 那个他的季报里面蛮长的一个 嗯 蛮长的一个 他的那个 复属一个叫nox ok 你看到蛮多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要看的 要看比较简单一点的是 好 然后我们就去 当然在这里 要看比较简单的 我们可以看的是 你记住了这些比较简单 ok 阿拉克昨天是 我拿一个 ok 这里才10页 这种呢 你了解这个之后 你看到蛮简单 10页 你从这些简单的开始着手 在这边你看了一片 大概你就知道 他的那个 他的format是怎样的 然后你直接可以去 相高部位就好了 你看在这里 他有看 variation of investment property 他的产业那边是多少 这个 那边也是蛮注重的 你看一下他是 你看他是 你看他是在 安邦普及 Series在哪里的 他的fair value是这样多 股值是在去年12月31号 ok 就是有蛮多一下 这里都有 看下来有没有三个零件上面 哦没有直接是 这里是一百万一千 十五亿 那这里有十五亿的 那个 他的那个 总共的物质 你可以看 总共的产业那边有十五亿 这样子的 KBG那些全部也是跟他租的 所以这个 阿拉卡那边算是还好 因为 他是主要供在医院那边 他是跟医院那边收费的 可以看一下他的那个 这个 你的那个 这些东西 你学会这两个之后是 你才好 去到那个 这个 然后当学会两个智慧 有一些人会问我 你学会这两个之后 一定会包赚的是吗 我这个会说不一定 要看另外一个是 关于风险的问题 风险方面呢 就好像我所说的这个 下跌的潜在风险 在这边的情况之下 那时我在 在天井 也就是 这一天的隔一天 这个是3月1号 不好意思 是3月29 2月29 不好意思 然后2月26号的时候 这里是出季报 然后29号出来 然后就跳进去 跳进去那天就一路下上 蛮爽一下 这里这样短短不到两个星期 在大概这个位置的时候 然后我的这个AASIA 22 就已经赚了蛮多一下 在这边大概你看一下 进场价值 不好意思 先看一下这里 29号 29号没有飞 然后大概是在 短短的几天啊 应该是在这边 7号 16号这边 你看一下这里都 0.105 那边 这段时间0.135 出料这边都几百% 蛮不错的它的盈利在这边 就短短时间可以赚到这样多 这个就是我所谓的那个 盈利最大化 在这里也是有风险 风险就是 这个会变0 你买进去 变0 这个就是所谓的风险 所以没有一个东西叫做包赚的 只是 它的那个 回酬对比它的风险 值得你去拨嘛 就好像你去驾车也是一样也是有风险 不要跟我讲你驾车没有可能会被 被被创或者自己创人家 之类的 同样东西你喝水也是会 不小心 可能是之类的还有很多很多 就好像你 走路在外面走路也是会不小心 发生意外 这种叫做透发性的意外就是风险 我们不能管制到了 我们只能 放了进去看一下走势之类 如果不符我们走势的话 我们就亏钱就是这样简单 当然输赢所以没有一个叫包赢这个字 所以呢那些人也包啊 持有是包赢这个字字字眼啊 就是 包赚啊 那么这个人我可以说他的 他干脆去 不要做什么东西 那个就是包赚了 反正 风险投资方面 就肯定会有三样成绩 一个就是 增长 不好意思已经不见了 增长 不是增长就是亏损 不是亏损就是持平 这三个可能性 在这边唯一个人赚钱的就是这个增长 其他两个都是浪费时间那边就是 持平那边也是亏本的 因为你卖出去也是亏损他的交易费 亏损方面大家别人讲过就亏损了 就是33%的就是三分之一的可能性 你现在可能会包赚这回事啊 这就是投资嘛 所以投资方面 就看咯 有机会的话看到是机会的 就要保 如果你 ok 就是这么多 这三样东西是最主要的 如果你看了这个东西之后 有兴趣要跟我学习的话 不是在这边 在这边 有兴趣要跟我学习的话 你可以看这个链接 或者是video这边 下面这边有一个链接的 就是这里 这里是goo goo goo.gl 这个是 case sensitive的 然后 0p 这个0 这个是p 大写 small 小w 大h7l 来了解我的这个星期的4月17号的那个讲究会 在这里你可以看一下我 开始融合了一些疫情的那些道理 但是还没有完全融合下来 当我完全融合了之后 我相信我的照子会更加高 在这个阶段里面 也是已经足够我可以 赚 常赚 就是也有亏损 不过偶尔来讲还是赚多个亏 要做到这样已经是不简单 最好 当然是 人一直赚钱 但是这个很难会达到了 因为毕竟每个人也是会有失误的一刻 这种情形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这样的情形下 你要怎样调整心态 就是平常行哦 不然的话 我都会跟你讲有三种情况下 你遇到这个要怎样提升等到增长 当然分析这些肯定是逃避不了的 还有做这些功课也是逃避不了 你看下这边我已经是做到还好 然后不然我share发股量那边 这里就比较多 这边看下有没有增长啊 有没有bonus issue啊 这里还没有更新 在2016年的时候 这里已经增长的蛮多 有些是 多一点啊 多一倍啊 ok 这就是他的基本股市里面的基本 当然我 不只会教你这么简单东西 我还会教你更高一点的就是 call warren 在这里就是所谓的小刀巨大树 不过这个只有进我的真正的课程 我才会跟你讲 至于那入门课里面我会跟你讲那些 还有一些其他比较重要的东西 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我没有把握 那在这边你看下这边还有 在疫情那边都跟你讲有八个八卦了吗 都有八卦 八卦那边就代表还有其他方法 我们也是要知道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知道了那方法的时候 再配合起来 我们才可以做得到所谓的稳赚 但是没有不可能不赔 只是少赔稳赚 ok 长期起来还是做到可以赚多个亏 这里还是最正常 因为我们这里这增长那边增加 ok亏损减少这持平也减少 在那么我们的那个资金增长那边才会更增加更加高 到你的资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们要转换另外一种方法 到时我们就会比较简单了 这是小资金 没有人跟我们讲过 不好意思我要换过 本大力小 ok ok 先先讲一个是本小力大 很好笑这个 ok 力不大 这是口诀来的 然后这个是 这里有一点很好笑就是本小力大就是你以一千块 赚四五百八千 但是你的力不是很大 四五百八千就是给你赚四五百八千 一千块变五千块四五千块 看起来好像很多 但是你的力不不大 本大力小力不小 这个是另外一个境界 我们要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 当然我要借助其他的工具了 这方面我就是要交打东西 然后还有本大力小力不小的原因 这个就是我们转换为一种比较简单的形式 就是不用看做很多操作的形式 这种情况就是要几 比如说你有一百万 一百万赚十八千 哇不小那个是十万 十八千 所以力不小 如果是一千万的十八千 也就是一百万 一百万足够你做很多很多的东西 这个就是所谓另外一个境界 另外一个境界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做到的 就是靠股息 那时候我们就会专找那些股息里面有五百千 至少五百千或以上的 然后在低成本的时候卖进 大量的卖进 这个就是很多目前的那些大师投资大师运用的策略 但是很可惜的 我们不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所以我们要用这个方法 该有的方法就是本小力大力不大的方法 OK 而不是学盲目的跟踪那些人去这个方法 有一些人他们的那个操作方式 他们可以这样做 因为他们的那个 他们的那个 能力比例 我们一般的很大 比如说一个月 月入一万 然后他们存款八千 这种人也是蛮厉害一下 一个月存八千块 晚只有两千块要花费 花费而已 这种人他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OK 因为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收入很高 反而我们收入不大的话 我们就要尽量增加我们的相关的知识 所以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 你先来我的入门课之后 然后你觉得我是你所需要的 所寻找的理想老师的话 你就来报名我的那个整个课程 因为目前为止 我的课程是现在好 只是剩下九个位 第一堂课只剩下九个位 我是开放五十个 然后另外一个 另外一堂课的话 就是以英文为主 当然我们是以 华语来学习会比较好 那也是关系到这些阴阳这些 这些意经这些 会融合这样进去那个股市那边 来讲解 会比较简易方面 因为华语的词比较 仔细 就是这样的 好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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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